韋航剛看到的是ABC最新的專題分析報導 拜登對著媒體鏡頭說 不支持台灣獨立 好的 為什麼拜登要這樣講 因為想也知道嘛 傳達出來的強烈訊息 就是台灣追求成為一個駐全獨立的國家 所以拜登 大家雖然看他好像 反應上不是非常靈敏 但他還是很自覺意識到了 要對阿共喊話 不會支持台灣獨立 雖然台灣人民投票出來的這個整體意向 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再次強化的這樣的基本核心概念 好 重點是接下來要怎麼玩 後續呢 我們看到了 這個 其實也不是後續 就是之前來台灣官選的這些 包括主流媒體 包括自媒體 目前都把他們的官選所拍的影片 陸陸續續丟出來 涵蓋各種語言 各種國際社群 哇 這一時之間百花其放 現在大家在網路上應該都可以看到很多啦 有來自海外華人 也有來自英文 來自日文 來自韓文的 這些傳統媒體 臨自媒體 都對台灣的官選感到非常震驚 甚至在昨天晚上開票之夜 連日本都有網路的實況轉播 甚至還請了個專責的翻譯 來把台灣選舉的這個開票 還有肇事晚會的激情狀況 一併的告知 關心台日之間關係的 這些日本的網友們 好 那雖然我們國內 對這次選舉有些人說不夠熱 因為投票率並沒有很高 但是呢 這一次選舉呢 象徵了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 過去做八年過不了關 這件事情一直是台灣政壇的 算是一個魔咒吧 但賴清德打破了這個魔咒 成功的把任期繼續 就民進黨執政時期往下繼續延伸 然而國會的三黨國伯 還是造成了某種不確定的因素 當然我們要談還是從 這個總統大選的直接結果來談起 首先賴消沛他拿到了558萬票 558萬票跟我們原來預計的 550萬的這個得票數差不多 稍微再往上攀一點點 那他成功的保住了什麼呢 我們講2008謝長廷防線 民進黨慘到最慘 回縮到只剩自己的那狀態下 還是有550萬左右上下 賴清德互助了 當然可能不讓人家滿意啦 但至少他互助了 而侯友宜趙紹康呢 這個老二當得不太爽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票數跟老宋的 2000年的那個票數 466萬真的非常接近 這個老二不得不讓所有的藍營想起了 當年被假民調搞掉的那種不爽 好因此現在有很多的藍營的 都指責黃珊珊說 你就是這個始作勇者 你就是戰犯 好那當然這個情緒發洩 到底能不能取得跨族群的說服力 我認為還有得講 為什麼呢 當年指責說做假民調 被罵的是馬英九 當時假民調受賄的 應該算連戰 那連戰沒辦法 就是200多萬票是有什麼用 但就沒用嘛 好那這樣子的不滿 會不會影響到柯文哲 或者是民眾 在下次總統大選 操作棄保時候的一個 背後的重要的這種負面的因子 因為他們已經 黃珊珊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已經講過一次民調了 沒錯 拿到了總統大選的時候 黃珊珊又出來講了好幾次 內參民調 沒錯 而且都造成了這第二名的 遠遠追不上第一名 當然他比2000年老宋輸的要多得太多 那再來是柯文哲 柯文哲的這個票數 高出連戰 就不會被人家嘲笑 因為之前國民黨還是想要把他打到像 連戰的程度 不過369萬 只小輸給朱立倫的381萬 朱立倫在2016也拿了381萬 好那當然民眾黨接下來就有底氣 你哪會知道我不會是下一個國民黨呢 然而要把這369 這個369萬的票 轉換成為下階段的動力 就考驗民眾黨 你能不能儘速的把這個能量 轉化為大量的地方議席 因為當年的親民黨 就在這個過程中 他雖然在隨即的國會大選大優斬破 但是原則上在地方上 一直沒辦法建立穩定的這個基礎 使得他很快就在4年之內 就被國民黨逐批的吸納了 好那當然這個結果大家要看 這個所謂的政黨版圖是否有改變 那侯友宜我們就看侯友宜拿下的縣市了 侯友宜在基隆 在新竹在苗栗在南投花蓮台東連江金門 你都可以發現這不都是縣嗎 不然就是最小的市了 有意義嗎 比較小的基隆市是比較小的市嗎 當然這也代表他在國民黨的傳統優勢區 還是可以守住大概一個四五成左右的 這個基本的盤 但相對於賴金德並沒有非常明顯的優勢 而賴金德呢 除了在南部可以拿到將近一半之外 其他基本上也只是驚險蓋過這個侯友宜 這顯示這個挖掉他們的牆角的是誰 就柯文哲 柯文哲在全台灣基本上都很平均 只有在他的竹科地區 就是在有竹科有新竹科學園區這種 理工男特別多的地方 他會享有一定程度的優勢 而且今天更細部的以理為準的 這一些圖表已經出來了 很明顯柯文哲在理工人集聚的地方 他得票都可以破三成 好那柯文哲能不能持續維持這個 現有這個優勢 要看他怎麼去經營這些區塊 比如說會不會在下次的議員選舉 派出大量候選人去搶掠這樣選票 還有什麼樣的這個候選人 能夠去展現出正宗的柯文哲品牌價值 因為柯文哲現在最大的困境就在於說 柯文哲個人的形象非常鮮明 他無法大量複製的 像賴清德有小賴神嘛 就那個第一個宣布當選的那個林俊憲 就他會有很明顯的傳人者 在北邊一點也有過柯文 大家都說那個就是賴系 請問柯系 那種很柯的人到底是誰 好那這個是全國最新的版圖 接下來的重點當然立院馬上 2月1號新立院要上任了 在他上任之前他們三方會如何整合出新的院長 等一下有機會再來探討 我們先來看剛剛強調的很多媒體都關注 特別是國際媒體關注的 拜登講的就是阿公 拜登其實喊話的 我不是台灣獨立的 他們投票就投啊 但是我不會支持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 憑台灣地區選舉結果 好他們說啊 第一個重點 民進黨不能代表島內主流民意 這個就是沒有過半啦 我就說你沒有主流民意啦 雖然其他兩個也是小小 就大中小這樣子 但是你這個沒有過半 好那再來是台灣是中國的台灣 改變不了兩關關係的基本國局發展方向 他底下都是傳統什麼九二公司 一國兩制什麼都不要管他 基本上就是 這個是你沒有扣半啦 我就要嘲笑你一下 但是這樣的繼承事實呢 小粉紅能不能接受呢 第一個還蠻好笑就是 這個中國的一個省的民選 居然是從俄羅斯媒體了解到結果 中國媒體不報啊 只能繞一圈去看 好那當然啦 大多數人都是早就預料到啦 嘴炮抗議有什麼樣啦 無懸念啦 新任台獨頭子賴清德上來 勸各位別抱幻想 其實小粉紅心裡有數啦 賴清德還是實力比較強 比較能夠獲得絕大多數 啊這種這個主流民意選票的這個認同啊 那當然啦他們講到柯文哲也分掉 可是柯文哲也不敢喊真筒啊 啊他就是在最後一刻 雖然還是放那個徐春莉上來 可是他就扭扭捏捏嘛 你要真的賣真筒真的是非常難 啊在臺灣過半了吼 好那再來就是 後續除了我們等一下會聊到 可能立院會有一番波折啊 其實今天早上消息就很多 就民進黨開始主動出手了 要不要藍綠合 要不要 綠白合 或者是綠跟某些藍合 就是已經很多話在放了啊 趁你國民黨還在鬥主席的時候 我就來開始挖你牆角 好但是重點在於 另外一個大家很關注 本來12月25號就要啟動 但是因為選舉末期非常紛亂的 罷免侯友宜 此外再搭一個罷免高鴻安 好這兩罷是我們之前一直講 就等你一年滿我就來發動罷 罷免侯友宜在最新的這邊有提到 他已經有7.6萬的這個成員了 而且在選舉末期快速增加 那我個人認為 現在傳出來的消息是 在這些包括新北 包括新竹 民進黨都沒有絕對的壓制力 所以藍白現在的看法是 我們交換 我不罷免你的 就是藍的不去罷免你的新竹 你白的不要來罷免我的藍的 大家各自不參與 那民進黨都過不了半 過不了半我們就可以互助這個 大家就相安無事各自回家 好可是重點是他有一個前提就是 藍白要有完善的合作默契 然後現在這個藍白合作的氛圍 能不能在這個現在的這個選後 特別是白銀要注意柯文哲不是 十一月十五千的那個不平等 六點六點協議簽下去之後 什麼樣的反悔呢 自己黨內的人跳起來的反悔 目前白銀內部是不是能消化這股情緒 我覺得認為是非常值得觀察的 那現在很多原本質疑詞白銀的網紅 他們現在打的是一個 可能一般傳統媒體比較沒有在關注 就是他們認為這次選舉是有作票的 他們還在進入作票宇宙開始去收集作票資訊 那這樣子的情緒 能不能把它轉變到持續到維持一個穩定的第三大黨 後續長遠甚至是長達四年的經營 我覺得是很值得觀察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